有一个小和尚一会儿站起来一会儿躺下去 又站起来又躺下去 禅师见小和尚举止怪异就问道 你在做什么 小和尚扰扰脑袋说 当我站起来阴影就出现 当我躺下的时候阴影就没有了 为什么师父一个人站着有阴影而躺下没有呢 师父说一个人躺着的时候会摔倒吗 小和尚说一个躺着的人怎么会摔倒呢 躺着是最安全的 正因为一个人躺着最安全 所以也就没有人生的阴影 没有摔倒和失败的担忧 躺着的人生虽然最安全 但是他是一个毫无作为的人生 禅师说一个人站着就会有阴影 就会有遭遇摔倒和失败的风险 但站着的人生进取的人生迎来的是更多的光明 是寻找幸福和成功之后的快乐 我们总是在生活当中寻找很多理由 怪别人不好 村子里有两户人家 东边的王家经常吵架 非常敌视 生活十分痛苦 而西边的李家一团和气 笑容满面 快乐无比 有一天 王家的主人又在家里大吵大闹 于是他就冲到李家请教 为什么我们家总是吵架 你们家却平安呢 老王问 为什么你们家永远是愉快 李家的先生就说 因为我们常做错事情 老王正在疑惑的时候 突然见到李家的媳妇 匆匆地由外面回来 走进大厅的时候摔了一跤 正在拖地板的婆婆 立刻跑过去 扑着她说 哎呀 媳妇啊 都是我的错 把地板擦得太湿了 站在大门口的儿子 也跟着进来 懊恼地说 都是我的错 没有告诉你 大厅正在插地板 害你摔倒 被扶起的媳妇 则愧疚地自责说 不不 都是我的错 都怪我自己太不小心了 前来请教的老王 看了这一幕 心灵神会 他已经知道答案了 很多人心里总是抱怨 都是别人的错 很难与身边人相处 传统文化说 君子返求诸己 小人无错 君子常过 常罗反观至深 要看到自己有改正的地方 不仅可以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 也会赢得别人的尊敬 记住了 经常说都是我的错 那是一种自律 让你不断地提升 经常是我的错 那是一种胸怀 时刻 为别人想 都是我的错 那是一种美德 让彼此之间的心 更加贴近 都是我的错 这是一种难得的修为 争修当不见 世人过 都是我的错 自尽其意 长仰生心 心美 看什么都美 心恶 看什么都不顺眼 所以学佛人 对人要宽心 说话要细心 佛友之间 无私的爱 让你越看 越开心 一个人的快乐 并不是因为他拥有的多 而是因为他计较的少 学佛人 不计较 不贪求 心包太虚 记住台长告诉你们的话 吃苦的人 了苦 苦尽甘来 享福的人 了福 福尽悲来 心宽如朝霞 是非放得下 帮助别人 就是 承传你自己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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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